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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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木梁是卫目 衣服浸湿是围水 身披红袍是围火 脚膝衝脱是围巾 炫地一尺是卫土 死者竟是处于一个金木水火土的五行俱全的环境中 而处于这个环境的人 死后魂魄不能离肉身太远 所以魂魄很容易被有心之人收走 电小二回想起那个画面 自己把自己吓得冒冷汗 还有呢 冷不提防的魏无羡出声问道 电小二又哆嗦了一下 魏无羡又道 别害怕 你且说说还有其他细节没有 比如他额间有没有被针刺过 或者说有没有针孔 电小二道 我 我哪敢去细看啊 我就是凑热闹看的 只看了一眼我就吓得回家了 听说那小孩的家里人 还专门请了道士做了场法事 就是就是因为他死状太邪门 怕流隐患 红袍男孩的死法 很显然是人为刻意布置的一种风水之法 此时细思极恐 一日 约莫尘时 蓝忘机魏无羡并肩出了客栈 打算去昨晚电小二说的那家农户看看 欲查探是否还有漏掉的细节 二人一路沿途询问 还位置农户家 便瞧见昨夜在山间给女鬼做明婚法事的道人 魏无羡双手抱住胸前 道 呦 这么巧啊 又遇到了 调侃的语气惊得道人有些失礼 他退了两步 道 魏为先生 先读 我我是来给人还还钱的 魏无羡点了点头道 算你诚信 女鬼可度化了 道人摸了摸额间 并不存在的冷汗 道 度化了 魏无羡扬了扬眉点头 道 行吧 那你赶紧去还钱吧 是 道人像是劫后余生一般 熏了一口气 快步走在蓝旺鸡魏无羡前面 魏无羡低声道 蓝湛 他好像很怕我们 按蓝旺鸡伸手握住魏无羡的手道 走吧 刚走出一小段 道人回头见二人跟着他 他有些不自在道 敢问魏先生先读你们这是要去哪 他的意思在明白不过 定是不想与蓝旺鸡魏无羡同路 魏无羡道 去寻一家姓吕的农户 姓吕 这附近姓吕的住户极少 道人太阳穴的青筋不自觉地抽了抽 僵硬地扯了扯嘴角 显得神情格外地唯唯诺诺 蓝旺鸡好似看出了他的不对劲 沉声道 你可知 我知随后又连连都认道 不不 我不知 魏无羡似乎黑眸 直勾勾地盯着他 你最好说实话 我听说那孩童死后 请了一道人做法 那道人是不是你 魏无羡本是想故意诈他话 却不曾想道人回答 是是是 我我一时猜猜你心窍 此言一出魏无羡父不可思议的神情 看了眼蓝旺鸡 魏无羡道 还真和你有关 是是 不不不是和我有关 我只是依四方游士 舅舅爱贪贪财 我从来没没有害过人 道人有些紧张 魏无羡抽出腰间的陈琴 在手上转得飞起 道 说说你知道的细节 细节 我只听周围的邻里说 这小孩死死于非命 怕死后在村里作乱 才请了我给他做场法事 魏无羡见他没说重点 又道 你最好把你知道的全部说出来 不然我有的是办法 让你开口说出全部真话 我我说 我说 我感到时 那小孩已经入了棺木 但但他的真正的死因步步是被吊死的 他额间有一个针孔 应该是被人用隐魂针抽走了魂魂魄 魂魏无羡蓝忘机 错愕地对视了一眼 如此便也应证了他们二人 昨晚探讨的最坏的一种结果 隐魂针在五行俱全的情况下 可以将人的魂魄抽走 并且魂魄还可以阴阳分离 阴魄可以炼制邪鬼 工人趋势 阳魄则可以疗伤 若是疗伤必然会集结满九个这种类似死法 且是纯阳之人的阳魄 魏无羡又道 既是你做法 那应是知晓着孩子的生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